骑重机车在独居老人围炉圆梦计划 7号下午在远东百货前广场盛大举行 这是由家隔建设和花莲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共同举办的围炉圆梦公益活动 这个计划迈入第9年了 长辈们坐上重型机车 愉快的心情都写在脸上 追梦骑士团车队的重机引擎声 吸引了会场所有人的目光 而因为一场日常球绪 牵起了骑重机车 在独居老人围炉圆梦的公益计划 家隔建设与花莲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所举办的在独居老人 体验搭乘重机到高级饭店 参加圆梦餐会 已经迈入第9个年头 由我就组了一个追梦骑士团 那持续已经到今年是第9年的 持续每年都来协助这个关怀 老人的这个协会 那我今年特别也感谢公司 今年公司捐款以外还组了一个志工队 还有骑士队将近37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每次我们来我们都会在 因为每次都有载到不同的老大人 那其实我们都持续有在关怀他 分别由昨天出发还有今天出发 大概我们花了四五个钟头骑到花莲 那每个人都会老 那我们希望这些老人 他们可以过得快乐跟健康 老家协会执行长蔡志全 相当感谢追梦骑士团车队车友们 投入人力协助活动进行 同时表示老大人们很期待 可以坐上重型机车 其中有位长者住在封边的基骑 也会在餐会之后起重机送他回家 那16年来我们每一年都为了 圆长辈的梦 特别办非常温馨的一个 独老的圆梦餐会 那这16年来每一年的餐会 都是我们这些弱势长辈非常期待 那一年一度的餐会 今年的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 160多位的弱势的长辈 跟偏远社区的这个长者 我想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阿伯 是从封边他一个月前才出院 那这个一个独居的长辈70岁 虽然他心脏病 那我们也希望说去 特别尊重长者的医院 说如果他还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会特地在活动节 主宿的时候 我们特别邀请重机机士 特别载他回这个封边的基骑 重机发动后 长辈们也选择自己 想要乘坐的重机车 愉快的心情都写在脸上 感觉如何 很高兴喔 随后重型机车载着长辈们 一起骑车到远来饭店来围炉用餐 这对许多老人家来说 都是全新的体验 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也感谢各界支持 让今年专属于老大人的圆梦餐会 能够顺利圆满完成 谢谢刘明顺 华联市报导 华联市报导